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没关系 我也有病聊这个心理问题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 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峰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妻娘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 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哇 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低俗 我呢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如果你问李旦有没有房 她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但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 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啊想明白一个道理 那为啥他们结婚 喜欢找未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啊 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 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啊 已经离过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他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谁呀 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 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大家事儿 容掉足小慧 enson 绝了 希望你 bliss analysis 我们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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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美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